大家好,我是黃強 剛剛我在為蹦蹦music示範新一集的講座內容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的,在之後的講座中,除了會跟大家介紹舞曲的歷史故事,我也會教大家跳舞喔! 呃,是也會跳這個啦,不過重點不是這個! 嗯,不覺得可以一邊跳華爾滋,一邊聽音樂,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嗎? 其實在之後的講座中,不只是優雅的舞蹈,也會跟大家分享很多感情的事件喔! 哎呀,除了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,音樂史上多的是讓人血脈噴張的比賽呢! 五歲開始練琴的曾宇謙,終於在二十歲正年,拿下2015年俄羅斯的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賽的小提琴第二名 不過,如果你們以為音樂家創作都是為了自己,那就大錯特錯囉! 看了這麼多,你還會覺得古典音樂遙不可及嗎? 事實上,音樂家的感情關係,可好比台灣的世間情呢! 各種異性戀,同性戀,三角戀,椰孫戀,甚至為愛自殺等真實故事 經由本狗仔細心繪製的樹狀圖,絕對能夠讓你迅速理解音樂家豐富多彩的感情關係 好啦,大家都不要裝正經了,趕快報名吧! 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